大家好,主播侃侃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严调机构IDC月前发表最新报告,第二次下修2026年全球PC出货量预估。 IDC最新报告表示,由于记忆体持续缺货涨价,在中性情境下。 2026年PC出货量预计将年减5%,悲观情境下可能衰退9%。 IDC此前已于2025年11月的报告指出,预估2026年全球PC出货量将年减2.4%,悲观情境则恐年减8.9%,之后于12月再次下修展望。 预估在较温和的下行情境下。 2026年全球PC市场出货量可能萎缩4.9%,再度调整预期。 短短一段时间内,二度下修出货预估,显见记忆体缺货涨价对PC行业冲击持续扩大。 因记忆体价格持续飙涨,导致延调机构近期连续修正先前预期PC销售量,且悲观情境预期衰退达9%至10%. IDC表示,9%的降幅虽非灾难性,但已相当严重。 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PC市场出货下滑11.9%,已是市场最大衰退幅度。 大流行后更糟糕,当时市场因过度饱和,导致出货量下跌近15%,产业至今仍未完全恢复。 IDC强调,记忆体缺货情况不是典型的周期性波动,而是可能持续数年的产能策略性重新配置。 对PC产业而言,这场记忆体短缺恰逢Windows 10停止支援和AIPC推广两大关键时期,前景更加严峻。 IDC预计,戴尔戴尔、惠普、HP、勉想和华硕等大型OEM厂商凭借规模优势、库存杠杆和长期供应协议, 能比小型厂商更好的应对环境,区域性小品牌、白牌组装商和DIY系统制造商面临的风险要大得多。 与此同时,消费电子产品制造业者及分析师警告,记忆体缺货大涨价,将使得终端电子产品成本升高, 连带使得手机、电脑及家电售价2026年最多可能涨20%。 戴尔、联想、Raspberry Pi及小米等消费电子产品制造厂商表示, 晶片短缺可能加重厂商的成本压力,使厂商不得不涨价。 分析师预测涨幅将介于5%至20%。 戴尔营运长科拉奇指出,从未见到成本以此种速度变动,消费者难免受冲击。 Raspberry Pi表示,成本压力相当痛苦,去年12月,一条高电脑售价。 联想财务长也表示,正在累积记忆体晶片库存及其他关键性组件。 麦格里集团分析团队指出,他们已经看到, 记忆体供给全面短缺,买家陷入疯狂,权力确保足够的晶片,不论价格多高都愿意支付。 三星电子与SK海力士仪表示,2026年的订单量已超过产能。 三星12月已经调高一些记忆体晶片价格,涨幅最高达60%。 与此同时,三星电子联合执行长卢泰文TMRO新年致辞中警告, 2026年全球不确定性及风险将加剧,主要挑战包括零部件价格上涨和全球关税壁垒。 他表示,公司将通过供应链多元化、全球盈域优化等措施强化核心竞争力, 以应对原材料采购、定价及关税风险。 另外,三星电子另一位联合执行长兼晶片业务负责人全永炫中央提案在同期致辞中透露, 客户对其下一代高频宽、记忆体晶片、HBM4的差异化竞争力给予高度评价, 甚至表示三星回来了。 受此消息提振,三星电子股价为此甚至上涨4.5%, 其竞争对手SK海力士股价上涨3.1%, 均跑赢韩国基准股指COSPI1.4%的涨幅。 全永炫在致辞中援引客户反馈称, 三星在HBM4领域的表现尤为突出, 但公司仍需进一步优化竞争力以巩固市场地位。 此前,三星于2025年10月宣布, 正与美国人工智慧晶片龙头挥达就HBM4供应进行密切洽谈, 以加速追赶包括SK海力士在内的竞争对手。 SK海力士执行长郭诺正, Quark Noyung在新年致辞中表示, 公司受益于人工智慧晶片需求超预期增长的外部利好, 但警告称行业竞争正迅速加剧。 他指出, AI需求已从意外惊喜转变为行业常态, 预计2026年业务环境将比2025年更具挑战性, 并强调需通过更大胆的投资和长期布局为未来做准备。 市场研究机构Counterpoint Research数据显示, 2025年第三季度, SK海力士以53%的份额领跑HBM市场, 三星以35%位居第二, 美光Micron占11%, 三星电子的代工业务为客户制造客制化晶片也迎来突破。 全永炫透露, 近期与全球主要客户签订的供应协议为该业务奠定飞跃基础。 2025年7月, 三星与特斯拉达成165亿美元合作协议, 进一步拓展高阶晶片制造领域。 三星电子的好消息确实络绎不绝, 该公司最新的HBM4晶片在博通公司进行的技术测试中, 运行速度创下新纪录。 据报道, 三星在Google第八代人工智慧加速器TPUV8的效能验证中超越了竞争对手, TPUV8计划于2026年发表。 这一成就有望巩固三星的技术领先地位, 该公司正积极拓展其在全球HBM市场的份额。 据半导体行业消息人士12月底透露, 三星HBM4在与博通合作进行的系统级封装SIP测试中, 运行速度达到11Gbps左右。 这一效能在三大记忆体制造商中位居榜首, 三星在散热管理方面也优于竞争对手, 散热管理一直是HBM集成面临的一项长期技术挑战。 据悉,SIP测试是一项关键流程, 它将HBM和罗技晶片集成到单个封窗中, 以验证其在实际运行环境中的效能, 作为HBM正式嵌入AI晶片前的最终评估。 由于博通是Google客制化AI应用专用机体电路ASIC设计的主要合作伙伴, 这些测试结果证明三星的HBM4能够提供Google第八代TPU所需的峰值效能, 而该TPU预计将于2026年投入商业生产。 总体而言,自2023年以来, 三星电子和博通一直在高效能记忆体和AI晶片领域展开合作, 最新的HBM4测试结果有望进一步加强双方的合作关系。 鉴于Google计划将其TPU提供给外部客户, 而不仅仅局限于内部资料中心使用, 三星有望在2026年迎来HBM供应量的大幅增长。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